9月25日,电视剧《孩奴》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,主演《杀艺、虎可等恋三现场》 据悉,电视剧《孩奴》是《杀艺、虎可》在婚后的首度合作 该剧讲述了《杀艺和虎可》饰演的兔爸虎妈在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故事 诸如学区房、择消费等话题在该剧中也都有生动的呈现 被问及在现实中是否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两位夫妻党演员称他们目前在孩子上幼儿园的事情上非常苦恼 现在在开始考虑上幼儿园的事情 对对对 我觉得肯定是苦恼的 因为要做很多的调查 那选幼儿园的时候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然后另外还要提早的去报名 然后人家是不是能录取 还有面试 要培养孩子什么 就是还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问完了也没有答案 每个人有每个人 最痛苦的是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2011年7月16日 胡可在金产下一子 如今儿子一满两周岁 有记者提问沙姨和胡可是否有追生二胎的计划 两人称目前已有这一打算 最希望能再添一个女儿 沙姨在现场更主动强调了 与胡可两人的双土身份 一阵两人生二胎的合法性 那两个有没有考虑到生二胎 其实已经 在 没有 我们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得声明一下 我们是合法的 因为我们是双独生 所以有这个计划 估计用不了太久 如果坏的话 或者特不想要一个姑娘 可以给她打拼 拼个好子 当然 家里有女有子才是好 对吧 所以尤其是 生了个女儿 能长得像我 你知道吗 这个 龙眉大眼 如花似玉 继承了我的这个先天的优优 最好看的喜剧演员 将来注定 我女儿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 据悉 电视剧《海奴》将于9月27日晚起 在东方卫视播出 我来打电视剧《海奴》将来打电视剧《海奴》将来打电视剧》